有986宗個案是測試陽性 其中一宗是輸入性個案 其他985宗個案都是本地個案 有大概800宗初步陽性個案 多了一些是如景灣廣場的個案 有些是客戶服務人士 有些是清潔人員 還有一些是其他店舖人員 都叫了這個廣場要關閉大清洗 另外我們也有一些比較關心的老人院的個案 在溫暖老人院之前有一個個新個案 其實它還有三個是其他個案 這間老人院可能也有整間院社的人士 需要接受檢疫 東華三院莫黃鳳兒安老院 有一位人士初步陽性 軍粵護理中心 都是有些確診過初步陽性個案 東華三院河東安老院 這個就是有一個工程人士 就是初步陽性 但是因為它也沒有什麼大的 和其他院有接觸的 佛教李莊月 名護養院都有應該是兩個院有 就是初步陽性有三個工作人員 楊聰的騰達護老院 有個保健員是確診個案來的 東華三院河玉清脆柳兒庭 她是一個廚房工作人士 有位94歲長期病患的女病者 她8日因為呼吸困難 心臟衰竭入院 我們的西查檢驗是呈陽性 接受了隔離治療 病人初時情況穩定 後來轉為嚴重 其後持續惡化 延至今天下午1點33分離世 這位病人她沒有任何接種紀錄 我們都是一個Omicron 現時的病人等入院都需要掃天 是不理想的做法的 我這裡都請市民見諒 但是如果是在家中的時候 我們都好像剛才建議兩個方面 個人衛生勤洗手 另外就佩戴口罩 也都真是我們希望她的口罩 能夠可以貼臉 可以加個布口罩 或者用一些打裂的形式 另外環境的防感 每個空氣流通的房間 維持窗門是要開的 獨自用善 不要跟家人一起用善 避免一些面對面和親密的行為 家居消毒方面 希望每天都能夠用一些稀式的漂達水去清潔 以及每個星期都能夠 可以在一些瑜伽渠那裡 加上半公升的清水 封面對於是 封面對於是 我先來不用了 我先進一座 出門 如果我先進去 我先進去 我先進去